大家好,我是A+,澳洲建筑设计的李小龙 2%首付就可以买房,是的,你没有听错 最近联邦政府公布了一项购房支持新政 符合条件的单亲父亲或者母亲买房 只要2%的首付就可以了 同时还为首次置业首付担保方案 新增了1万个名额 买新房或者盖新房,最低只要5%的首付 政策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从今年7月起,有孩子需要抚养的单亲父亲 或者母亲购房只需要2%的首付 剩余的18%的首付由联邦政府担保 按照2%的首付比例来算的话 一套80万的房子只要1.6万澳币就可以了 当然,单亲的父亲母亲满足这一资格的条件 还要包括年收入不超过12万5 不包括抚养费 有未满21岁的孩子 并且孩子的收入低于6403 全部或部分依赖单亲父亲或母亲抚养 根据购房地点的不同 所购房屋的价格上限也有所不同 在各个城市地区 比如悉尼所购房屋价格不超过95万 新州其他地方不能超过60万 虽然这一政策初期仅限1万人申请 但财长说了1万人只是第一步 政府将根据需求和政策实施的进展情况 决定下一步的支持政策 看这意思 政府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购房支持 而除了对单亲家庭的购房支持以外 这一次预算案中对首次购房者同样也有支持 他包括为此在新屋保障计划里面 要增加1万个名额 不过这1万个名额仅限于购买新房 或新建一套住房 不包括二所房 内容和之前的首次购房计划是一样的 首次购房者购买新房或新建一套住房 最低首付只要5% 其余5%有联邦政府担保 但是他的资格条件是 澳洲公民不包括PR 单身人士年收入不超过12万5 夫妇年收入不超过20万 根据房屋地点不同 价格上限不同 在城市地区 比如悉尼 房屋价格不超过70万 新州其他地方不能超过45万 并且首次置业养老金储蓄计划的金额 也从3万元增加到5万元 这是澳洲政府为减轻居民购房压力 实施的一项新政 让你可以用自己的养老金 买自己的手套房 从2017年7月1号起 首次购房者可对养老金 进行自愿性的税前购款或税后购款 每人每年购款上限是1万5千澳币 总上限是3万澳币 而现在呢 这个3万澳币的上限将提高到5万澳币 也更方便大家为买房存钱了 我是Aplus 点赞关注更多精彩内容